我自己本身又是一個情傷比較低的人 脾氣又比較不好的人 所以我真 被弄到這個我 真正情傷跟脾氣不好的人 不會在全台灣的觀眾前面說我情傷不好 因為我記得那時候我們大巴到新竹體育館 我一下來的時候 就有一兩個在那邊後面嘴炮我 一兩個在那邊 欸 婆婆 之類的 這種話 我自己本身又是一個比較直接的人 那你罵我 我是一定要罵回去的啊 阿娜 阿娜 歡迎收看Kenny的《刀新球》 大家好我是Kenny高靖仁 今天呢我們很高興的 要可以訪問到呢 在高雄呢 防守一級棒 在場上呢永遠是給予百分百的 張柏惟 柏惟你好 你好我是柏惟 柏惟這個打籃球的時間 不管是國中國小高中大學 這樣子一路上來啊 嗯 那現在終於落腳在高雄 那落腳在高雄這件事情呢 對於你打籃球的專注度 或者是你的進步有沒有什麼樣子的影響 沒什麼影響 我覺得在那打球應該都差不多 都在做一樣的事情 因為柏惟喔 是我看過 可能跟人家應對最直接的一個人 這個有話就說真話 他絕對不會跟你說謊話的 那在今年呢 柏惟喔 這個打出非常亮麗的一個成績單 因為在去年的時候呢 可能投籃命中率 大概在三成多而已 那去年呢 在得分方面 因為上場時間的緣故 大概在4.15分 今年幾乎全部都是 倍數的在進步 那今年幾乎得到9分 進步大概5分左右 命中率在三分線 也在36%以上 那今年到底是 有什麼樣子的一些事件 讓你可以在成績上有突飛猛進的一個情況 主要還是一些得分阻力都受傷吧 對啊 那我在球隊也算是年紀比較長的 對啊 我覺得我要是時候 就是做一些 就是自己不上場的事情 對啊 所以這樣子的一個企圖心 我認為我看到在今年這個球季 還有在過去啦 我們所認識的張柏惟是 以防守優先 大家講到你的名字的時候 就是 他防守很硬 身體很壯 然後快攻的時候 很積極突破這樣子 那 你自己本身 下了什麼樣子的功夫 讓你的攻擊的方式 有這麼多的一個改變 因為你現在在外圍的投射 已經到了非常準的一個地步 主要還是大家都會先把我定位成 外圍的球員這樣 像我有時候可能 命中率可能不太理想 然後我就是 換一個方式去進攻 對啊 那 最近這幾場 切入進攻去挑戰籃框的那種 就是 方式會比 比我以往還要更吃香 因為可以裝一些罰球的機會 這樣子 你在高中是在聖山高中 對 那有人說 張柏惟以前打高中籃球 是打裡面為主 那到了大學的時候 進了台藝大 大家慢慢發覺 哇 裝柏惟切入攻擊 很有爆發力 那等於是每一個階段 這樣子的一個進步 是有什麼東西讓你去學習到 你該有這樣子的一種 生存的工具的進步 因為我在高中是打 四號 對 然後上大學的時候也是打四號 但是進職業之後就比較矮 打內線就比較矮 那 我就是從 就是開始進職業之後 才開始慢慢轉型 然後才開始慢慢練外線這樣子 要不然我就是太 因為身高太矮 不吃香這樣子 所以才開始 學一些外圍的打法這樣 那 我們常常看到這個比數要拉緊 或者比數被拉開了 那張柏惟就開始要跳出來上班 那是什麼樣子的心態 讓你這種強大的對抗的 競爭的心情 主要還是想贏吧 對 對啊 你是 在YouTube裡面之前接受過訪問 提到說自己是比賽型的球員 對 這個風格 對你的比賽 是不是有一些極度的影響 因為說實話 我在練球的時候 會比較就是 積極一點 就是為了 練習練這麼多 這麼辛苦 就是為了要比賽 對啊 所以我會就是把每次練球 當作比賽去面對 這樣子 然後在比賽中的時候 才可以就是 把平常練的東西 拿出來用 對啊 所以我 就是很喜歡比賽這樣子的一個氛圍這樣 OK 柏惟我們第一次真正的見面碰到的時候 你記得在什麼地方嗎 我記得在家樂福嗎 對對對 那個時候你應該已經 離開台一大載獄龍當列 沒有沒有沒有 那時候還要才大一大二 OK 對對對 這個為什麼要在家樂福碰到 因為 其實我剛認識 柏惟的時候 是轉國籃球比賽 對 那所以我知道 張柏惟這個球員 嗯 那但是有一天呢 那時候我住在林孔 然後去家樂福 帶小孩去買東西 那我就碰到柏惟 在那邊打工 在買 在擺攤打工 對 我就想說 你現在應該已經是一個球隊的 職業球隊練習生 要不然就是還在打球 為什麼要花時間來外面 這個大工買攤呢 主要來是家裡沒 家裡比較沒什麼就是錢 對 家裡的環境也可能比較不好 那我那時候就可能 上大學 什麼學費生活費 都要自己處理這樣子 對啊 那就賺自己的離用錢 其實當時我的想法是 張柏惟本人看起來蠻帥的 那然後呢 我想這個球打得也不錯 應該打球不錯 帥帥的男生 可能 這個 在沒有練球的時候 可能就在 自己的這個宿舍 休息睡覺 然後要不然就是 也許跟朋友出去玩打麻將 這樣子 那所以當時我看的非常意外 其實我就知道 柏惟是一個 對人生很認真 然後對自己工作很認真的一個人 可以這麼說 那這樣子一個個性 我覺得也是 可能促使你 在這個打球的過程當中 每一年可能都有一些新的 技巧性上面的一個進步 所以你才會從在高中 在松山打裡面 排一打切入 然後到現在又有外線投籃 這樣子的一個內容 所以在比賽的過程 你常常也會去防守到對方 體型更大的舞 或者洋將這樣子的人選 你認為在這個過程當中 你守過了在今年球季 不是那種守一次兩次的這種人 就是說你可能要去守一個 比較長期的一段時間 你覺得最難守的對象是誰 絕對是愛復國 對啊 因為他好 他就是新主Coby 對啊 然後他可能又比較就是 會賴犯規吧 那我怎麼守他 怎麼守都犯規 那他每次都罰球 這樣 所以裁判還是對他比較友善 對啊 其實說真的 有的時候 這個一個人難守 並不是因為他的 技巧性或怎麼樣 只是他可能有一個 這個 金剛罩鐵布傘 這樣子的一個保護傘 之類的 很頭痛 很頭痛 講到愛復國到新竹 那這個城市是對你有什麼成見 為什麼 就是說其實我們在新竹比賽 那可能這個場上的球迷 針對就是可能 你啊或 比如說我啊 可能會有一些比較多一點的 這個言語上的挑釁 你可不可以跟我們講一下 你覺得為什麼會這樣子 這個是怎麼開始的 怎麼開始的 因為我之前就是 大家都知道我之前酒駕 然後被禁賽 那他們 不知道為什麼新竹的 球迷很喜歡拿 拿這個痛點然後攻擊你 那我自己本身就是一個 情傷比較低的人 脾氣又比較不好的人 所以我這 被弄到這個我 真正情傷跟脾氣不好的人 不會在全台灣的觀眾前面說我情傷不好 我脾氣不好 我脾氣不好 那我自己本身就是一個比較直接的人 你罵我 我是一定要罵回去的 對啊 不可能你罵我 我就說謝謝謝謝 對啊 我一定是要直接罵我一句 對啊 所以 我覺得新竹的球迷還是比較就是 對我來說比較不太友善一點 因為我記得那時候我們大巴到新竹體育館 我一下來的時候 就有一兩個在那邊後面嘴炮我 一兩個在那邊 今天來沒喝酒吧這樣 有的話不要開車喔 之類的 這種話 我覺得是這樣子 就是說 每一個人在人生當中一定會受到一些挑戰 跟不理想或做錯事情的時候 那 那 以我對柏惟的了解 對這件事件 你應該已經是 這個 非常的努力的 想掃去這樣子的一個 對啊 想要把自己洗白 所以呢 這個在這邊也有呼籲觀眾朋友們 不是你花了錢 買了票 進了比賽 現場 你就可以隨意的用各式各樣言語的方式來 暴力 來羞辱 或者是呢 去講一些不是事實的東西 因為這些東西呢 有的時候 真的並不是非常的好 那其實在不同的場地 不同的人 有的時候你也沒有辦法去控制任何的東西 但是 針對場上各位有什麼意見 我覺得 你可以盡量發揮你的想法 那但是呢 如果針對一些不是事實的 或者一些人生的攻擊的話 那說真的 真的可以 沒有必要做這樣子的事情 那今年呢 你也知道我們球隊其實碰到很多的傷痛 對 對 那你認為說 今年正如的受傷 是不是影響到 可能給你更多的機會 還有在休息室 是不是讓你有更多扮演 一個球隊大哥的角色 呃 其實我 就是 看了他這樣子 我也蠻難過的 對啊 因為他 就是比 第一他 他有年紀嘛 那他 這一次受傷回來可能又更難 對啊 對啊 嗯 那他自己本身又是這個球隊的 就是 就是 一個leader嘛 一個 一個靈魂嘛 對啊 對啊 我自己看他這樣受傷很難過 真的 那 我在這個球隊 又算是一個 就是元老 比較元老的 那他受傷 那我就是要 就是代替他 那去 做他的工作這樣 今年正如受傷了以後 嗯 他回到休息室的時候 他你也不會 完全感覺不到 他會帶給球員 任何負面的 這種 能源 你會感覺到 他真的還是 依然很正面的 在鼓勵自己的隊友 對啊 我覺得這是一個 好的領導者 他必須要有的 一個樣貌 對 以及呢 這個也會激勵自己 球隊裡面的 年輕的隊友們的一個進步 對 那講到 這個正如了以後 我們就必須要把話題 講到另外一個 在今年一直受傷的人 那這個人呢 也就是你在松山的隊友 哦 阿瑤 學弟 你的學弟 對 那在松山呢 你就認識阿瑤了嗎 對 那然後呢 到了大學以後 分道揚鑣 到了 終於 在高雄又重逢 然後在同一個隊伍 這樣子的一個合作 你的感覺怎麼樣 挺好的啊 因為 第一個本來就認識嘛 那第二個他本來就是一個 就是對籃球理解比較強的一個人 什麼位置都可以打的人 所以跟他搭配起來 就是比較沒什麼 溝通障礙 這樣子 以我的角度來看嘛 你們兩個有很多很多的共同點 就是 這個 在防守 就是強悍 對 然後可以守到很多個位置 對 那在攻擊呢 就是有的時候會瘋的 這樣子 就是不小心就標個15分 20分 30分 那 兩個人同時在場上 你會覺得跟他搭配起來 這個心理的 坡度是比較像的 會不會 會阿 像我很常就是在場上 然後 可能 看到 看他一個眼神 不然就是他看我一個眼神 就知道要 打什麼 或者是要不要趕快跑 或者是要不要喘 對阿 這個就是一個本身松山的默契 對 就是松山的默契 松山冷的默契 你打球的這段期間 我相信 不管是要激勵自己 或把專注度放在 某一個點上 我看你在球鞋上 常常會寫一些東西 像我自己本身有信仰嘛 那可能 對比較 就是強的球隊 當然每支球隊都很強 但是我也 對到那種 就是實力 比較強的球隊 我也就是寫一些 這場比賽我要振作 之類的那種 對阿 像對到工程師的話 我也就是寫一些什麼 冷靜阿 然後 然後 對 專注阿 我還以為你要寫 第八排的第六個人 等完比賽我們門口見 然後把鞋子整給他看 對 是不是這樣子 對工程師 就是我寫了抱歉 不能在這邊亂講 對阿 對工程師就會寫一些 冷靜阿 然後另外一隻腳就會寫開心 這樣 對因為對到工程師都會被 就是場邊的人弄到走心 對 走心就有點失去了專注度 對 那可能就影響到比賽 我相信這個也是很多人 球迷他們可能 認為說他們可以 做的一件事情 來達到的一個結果 來幫助自己的主場球隊 最後一個問題阿 就是你去用什麼樣子的方式 真的去排解這些激烈 對於你個人或者球隊批評的言語 那在自己個人的時間裡面 你會做一些事情來 來這個排解這樣子的一個情緒嗎 排解嗎 我自己本身就是一個 通常情緒不會 不會帶回家的一個人 今天發生什麼事 我就在這邊結束 就好了 我不會把一些負面的帶回家 其實在這邊跟大家分享一些 柏惟的事情 就是 柏惟真的是一個 性情中人 就是 他覺得當下 他覺得不公平 不滿意 或者是不對的事情 他會馬上跟對方 講出他心裡的想法 必須的 對阿 我覺得沒什麼好 那今年在很多的比賽結束後 我看你去跟隊友 這個 修好 或者抱歉的字數 也沒有少過 所以有的時候你會不會 就是會想說 我的隊友應該已經 習慣了 你這樣子的個性 會不會覺得這種默契 也是越來越好的一個情況 我覺得是 主要他們都還蠻怕我 對阿 可不可以跟我講說 你在未來的比賽 或者是呢 在未來的籃球的生涯裡面 你對自己有什麼的目標跟期許 目標當然就是一年比一年 就是更突破 對阿 然後在每一次上去防守的任務 對阿 就比如說像我很常被交代上去守到 對方的得分主力 或者是小外援這樣 對阿 那我每次都會給自己一個目標 就是今天要把他守好 對阿 當然不可能讓他完全不能得分嘛 那我就是 像他平常可能就是得分 可能25-30分 那我要把他的威力降到一半 至少要降到一半 甚至更低這樣 這就是我的 對防守 對目標的一個態度這樣子 對 可以明顯的看得出來 一域松山球員 中山松山防守魂 所以這個波瑋是絕對有同樣的一種心態 我也謝謝你今天接受我們的訪問 謝謝 那也希望在接下來的比賽 還有接下來的籃球生涯裡面 可以平平安安 順順利利 越來越好 我們下個禮拜再見 拜拜 我們下個禮拜